小伙伴们注意看 蛋仔岛中的打菜侠妙妙 她非常诡异 肚子特别苦 生怕别人看到 她用衣服包裹了起来 那么此时 我们拿出锤钻 直接砸开她鼓鼓的肚子 她鼓鼓的肚子 里面装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 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不好奇吗 众所周知 打菜侠妙妙 是一只美丽的女生蛋仔 如果你也觉得她很美丽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蛋仔岛中的打菜侠 妙妙她的蛋壳非常结实 我使用蛋仔岛中的咸鱼 打中她的肚子 都没能砸开她鼓鼓的蛋壳 你表情包中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蛋仔 打菜侠妙妙妙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 每一只蛋在鼓鼓的肚子中 都是装有东西的 比如说圆圆子 我们可以从官方的简介中得知 它是一只芝麻馅的小汤圆 从她的嘴巴中 可以看到露出来的黑芝麻 很显然 她鼓鼓的蛋壳里装的 全部都是黑芝麻 那么打菜侠妙妙 这只心蛋在她鼓鼓的肚子里装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 今天我和学姐 在打菜侠妙妙的入场动画中 找到了答案 她肚子里面装的东西 其实就是 她菜烧中的红烧肉 我和学姐发现 当她看到红烧肉 以后就会情不自禁地流下口水 很显然 她喜欢吃红烧肉 所以说当我们使用锤子 砸开打菜侠妙妙 鼓鼓的蛋壳后 就会看到 她鼓鼓的蛋壳中装的 全部都是刚吃下去的红烧肉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